你为什么语文这个学科越学越觉得不靠谱呢 是因为你压根就没有掌握它底层的逻辑 一旦捅一下这个窗户纸 其实有很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咱们的汉语真的不是纯靠语 虚无缥缈的那种感觉才撑着的 它的背后其实是特别特别有逻辑的 就是我小的时候 我就学原谅的量这个字的时候 我就觉得特奇怪 首先第一个问题 咱说什么原谅啊 谅解啊 照理来说应该走心内挂了 对吧 它为什么是言字旁呢 言字旁是书画 那意思是咱得罪了别人 别人只要口头上说一句没关系 这事就完了吗 我怎么觉得没有那么简单呢 无妨都看戏吧 你看第二个疑惑就是谅解 它和北京有什么关系 就别说北京了 你把南京拉过来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它和京城就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正玩它的一个谅一个京 它在读音上也八甘的打不着 这是怎么回事呢 但是我小的时候我有这样的疑惑 没人给我解答呀 爸爸妈妈也不知道 老师也说不清楚 你就记住吧 对吧 那好吧 那我作为一个孩子 我当时也没有什么办法 我只能生吞活泼 此精英辈的把它记住了 有同感的小伙伴点赞观众加转发 把它转发给现在正在遭受的同样困惑的这个小学生的家长 咱们看能不能一起来探讨一条 其实完全可以解决它的这种学习的道路 对吧 好 另外啊 再说 当你上了高中之后 上了高中之后 新一轮的这个困惑就又来了 你学文艳文上难度了 对不对 孔子在论语当中有一句话 说叫做一者三有 也就是说有好处的三种朋友 有直 有量 有多文 人在这儿这个量应该怎么解释呢 是说要和那些个懂得诚信的人交朋友 不 那意思是说这个量 它又解释成诚信了 是吗 量这个字 它又为什么能解释成诚信呢 它和语言有什么关系 它和京城有什么关系 这一点 这个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难度 它叫什么 叫熟词辟译 熟悉的词 它又给你带来一个生辟的意思 别说高中生在学文艳文的时候 是有难度的 他对于一个北师大中文系出身的教授 他同样是个难点 第二种是有量 也就是宽容的朋友 这事吧 人家于丹教授是传播学出身的 他不是学什么古汉字 也不是学什么古代文学的 有心可原 可是他在中央电视台 一个知识类的节目里边 百家讲坛讲这么一个讲座 经过三审三教都没有发现这个错误 连这样都没有发现的错误 你想想看那帮高考出题人 鸡贼人呢 逮你一个高中生 是不是一逮一个准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高考的难点 那于是乎你看 那你又得去死记硬背 说对他还有诚信的意思 虽然你内心里面一万个想不通 但其实说句实话 这事真的那么难想通吗 其实啊 其实这东西它的背后的逻辑 它就存在于这个字的构字的原本的来源上 咱们把这个来源一讲明白了 甭管是走原谅那一挂 还是诚信那一挂 其实大家都好理解了 咱来说一说啊 首先呢来源语就在这个经上 这个经在咱们古代的汉字里面 它表现的是什么呢 不是京城啊 它是一个高高的建筑 我给你画一画 其实你看可生动了 上面有个尖尖的顶子 对吧 你看这个点 它就构建出一个尖尖顶子这样的一个结构 然后这儿有一个 像个小房子一样的一个空间 里面还有个小窗户 这里面是能待人的 然后下面有一个什么结构 把它给架起来 对不对 这个东西叫做金 高高的一个建筑 但你说整个高高的建筑是干什么呢 不 古人的话一般来说 大家都住在平房里 对不对 站岗放哨 来了敌人了 就能提前给城里的人提供一些预警 是不是 所以你看亮这个字 就是高高的站在上面放哨那么一个人 然后他说的话 那你说 首先你注意 它就产生什么了 它就带来了诚信这方面的意思呀 那什么要做诚信呢 哎 你在上面放哨 你就要看准了再说话 对不对 你不能看见邻村来两条狗 在那儿窜了一下 你就跟那儿嚷嚷说 哎呀 不好啦 狼来了 对吧 你这玩意 你叫久了 下面还有谁来听你的这个报警呢 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 你看啊 那在下边的这些个 哎 等着上面人报信的这些人来说 咱是不是也得有点这种体谅的这种精神 是 这个人呢 有的时候 他他报的这个信吧 他不太准 对吧 你比如说 正好咱们现在这个村子 咱们现在这个城市 就处于一个风声鹤唳的 被人包围的 被人围困的这样的这种阶段 哎 那就是几个 本来就是个黑名区麻擦的一个黑夜 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这样的一个感觉 突然间窜出两个狗 那可他可不就容易看成狼吗 哈哈 所以他有的时候 他的报信报的不太准 咱也不能对他太过于苛责 我们得对他有点理解 对他有点体谅 这个量的意思 不就这么来了吗 是不是 哎 所以其实你看 你说咱们在学这个字的时候 从哪小学认知这个字的时候 我们就给他讲清楚 金是从哪来 哎 对你咱们把金的这个 这个源流讲清楚了以后 那其他的字也来了 对不对 你站在高高的楼上 好家伙 那有恐高症的人 就觉得特别的害怕了 对不对 那还有一句话怎么说的 高处不胜寒呀 你是不是就觉得凉了 等等等等 你是不是又扫出了一大堆 相关的这个汉字 咱认字的效率都高了 哎 其实这个问题你说 它难吗 它不难 只不过就是因为 隔着咱们一个汉语啊 这么长的一段历史 几千年了 这个历史整个把我们的 这个逻辑的誓言 封尘掉之后 你就需要有个人带着你 捅破这层历史的窗户纸 所有的逻辑就全贯通了 所以咱们说 想不到学思 我们这个解决的问题 我们叫学字 我们不叫识字 你要说识字的话 对吧 你看你拿一个简单的识字卡片 你看这个量是怎么解释的 这个这个小朋友打碎的 这个花瓶了 然后妈妈在旁边跟他说 没关系 对吧 就完事了 但事实上 我们这种方法 坚决不能跟着这些个 这个不靠谱的识字卡片 来源于 它的这套思路 会坑害你语文学习 长远的思路 你为什么语文这个学科越学越觉得不靠谱呢 是因为你压根就没有找过它底层的逻辑 一旦捅一下这个窗户纸 其实有很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咱们的汉语真的 不是纯靠语 虚无缥缈的那种感觉才撑着的 它的背后 其实是特别特别有逻辑的